保林查市中毒案件至今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为了厘清事件的真相 今天对死者再次进行相验并且解剖 追查血液还有味的内容物有没有特殊细菌 而面对家人揍事 两名死者的家属都实在是难以接受 希望司法能够还给真相 而现在还传出了女性死者的妻子认为 先生在送医过程当中 任方医疗程序有疏失 不排除对三重连衣跟马街提告 而台北地姐也对保林负责人 还有店长等三个人限制出境出海 希望台湾的检查机关司法机关 可以还给被害者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 面对镜头讲话讲到哽咽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去保林查实 用个餐却吃到命都没了 另一位死者家属同样悲痛难接受 非常的沉重 非常的悲痛 一定可以替我的父亲 还有我们家属 给我们一个交代 都希望司法还公道 28号检察官法医相验解剖 就是要看血液还有味的内容物 找看看有无特殊细菌 或是肝肾组织有没有毒药物反应 肝肾组织来去做法 是不是什么毒药物的变化 肝肾就是重点就是 他会把所有毒物都在我们身体代谢 台北保林查实中毒案持续延烧 检警办案不设立场 不过现在传出 屡性死者妻子 认为先生第一时间去三重联谊就诊后 情况好转返家休息 但隔天就昏迷不醒 送马街急救后却宣告不治 认为院方医疗程序有疏失 不排除联同保林查实 一并提告两家医院 但检警目前不证实也不否认 北京18号凌晨再度前往店面查扣 关键建物监视器对保林负责人 还有店长等三人限制出境出海 上午也两度召集警方 还有北市卫生局进行专案会议 将针对各份店进行查访 检警大动作希望尽快理清真相 记者马晋杰 胡卫龙 吴志颖 SNG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